欢迎收看内容均衡营养丰富的新闻大沙拉 今天是2023年的2月22号星期三 我是主持人赵志文 节目的一开始呢 让我们关注几条有趣的新闻 当您order一杯咖啡的时候呢 您可能会要求在里面放一些奶啊糖啊 但是您考虑过在咖啡里面注入橄榄油吗 是的 星巴克即将尝试 南加州星巴克计划销售加入橄榄油 的咖啡 虽然星巴克呢将在意大利率先尝试这种注入橄榄油的咖啡 但是星巴克计划在今年春天将这种饮品带到南加州 然后再扩展到日本中东和英国 然而这家咖啡巨头呢 并不是唯一一家在欧洲开始尝试新产品的美国公司 本月早些时候 麦当劳宣布将在德国的1400多家餐厅 推出以植物为基础的麦克纳格斯 那么这种新奇的尝试会是怎样的一种口感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吧 Subway在全美的部分餐厅增设电动汽车充电站 Subway赛百威周二宣布 计划在全美的部分餐厅增设电动汽车EV充电站 该项目被称为Subway的绿洲 将包括带多个端口的充电棚 野餐桌 Wi-Fi 洗手间 绿地 甚至是游乐场 然而该公司目前呢 还没有透露第一个绿洲将在何时何地建造 也没有透露客户必须支付多少汽车充电的费用 不过呢 这确实是一个可以提供方便的好消息 春天到了 学生朋友们最期待的春假呢 也快到了 各种娱乐场所呢 即将变得热闹起来 需要的工作人员呢 也会相应的增加 Six Flag春季招聘 雇佣1500多名员工 Six Flag六期魔术山主题公园 计划在3月9号至4月1号期间 招聘更多的员工 以应对春假和尖叫假期 Scream Break活动 鼓励14岁或以上有兴趣的申请人在线申请 主题公园发言人表示 所有职位的标准工资 起薪为每小时16美元 但是呢 可能会根据部门或职位级别的不同 而相应的增加 同时还为其雇佣的员工提供多种福利 其中包括公园内折扣 奖励和表彰 专属团队成员活动 灵活的日程安排 以及为家人和朋友提供的免费门票 申请网址如下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下面让我们关注汽车保险的最新消息 加州居民预计看到汽车保费将上涨 在其家主要的保险公司寻求并获得了加州保险部保费上涨的批准后 经过了大约两年的稳定定价 加州的朋友们预计会看到他们的汽车保险费率上涨 加州法律要求保险公司调涨必须获得州政府批准 任何高于6.9%的调涨请求都需要举行公开听证会 汽车保险专家指出加州在过去的新冠大流行两年期间 没有任何费率的上涨 虽然加州仍然是汽车保险费用最高的州之一 然而像是佛罗里达州 米西根州 路易斯安纳州 和德拉威尔州的汽车保险费率更高 据Car Insurance称 加州全额汽车保险的平均保费为每年2110美元 相同保险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583美元 相差了527美元 专家建议说可以每6个月进行货币三加 以获得最优惠的价格 这样每人每年最多可以节省800美元 节目的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沾沾喜气 两名加州居民呱呱乐彩票赢得了1000万美元 加州彩券局周二宣布在加州的中部和北部 售出了两张呱呱乐加州彩票 为两名加州居民带来了共计1000万美元的惊喜收获 其中 Jose在刮开了一张2023年呱呱乐彩票后 获得了500万美元的奖金 另一位加州居民爱德华多 通过刮开了一张Extreme Catch Scratcher彩票后 获得了500万美元 如果是您是成功获得了这500万美元 打算怎么花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和大家聊一聊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很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记得要点赞视频 订阅频道 新闻大沙拉 我们明天再会